看来这凤之威 对我家王子 是情根深重啊 想这方的 要陪咱们主子 不过她怎么到现在 还没出来呢 咱们是不是 等了个人太久了 这女孩嘛 陪情郎赴宴 自然要细心装扮 这时间越久啊 说明越喜欢咱们主子 你看 这不是来了吗 这不是差不多了 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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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我 你女见过贺连殿下 怎么了 看你们这副神情 是不喜欢我这件打扮吗 我不去便宜 殿下不用内娜的 好 本王现在终于明白 你对本王是情根深重 你不怕危险 你愿连世人误解你的容颜 也要随本王赴言 我贺连殿 当真是三生果幸 因此 本王现在看到你这般的重演 当真是世上最美的模样 走了 首相姚英之女姚杨慈尽见 贺妃如意安泰 臣女姚杨慈参见贵妃 贵妃如意安泰 平身吧 你就是姚相之女姚杨慈 尽且让本宫看看 这位久闻大名的大才女 臣女仪杨慈参 不敢但贵妃没有在 亲君都督 秋上棋之女 秋玉落进监 臣女秋玉落参见贵妃 贵妃如意安泰 宁身吧 谢贵妃 今紫光路大夫 徐天泽之女 瞿如梦尽见 玉落见过美姐姐 姐姐一发秀美了 玉落妹妹 还不快快觐见 公主殿下 臣女秋玉落参见公主殿下 早有耳闻 殿下国色天香 今日一见 当真是敬畏天人呢 你是秋都督的女儿 那你是不是认识一个人 叫魏芝啊 臣女不曾识得此人哪 敢为殿下 真没事 那本宫与你没什么可说的 过去吧 平身吧 谢贵妃 秦君都督秋上棋之生女 奉之威觐见 名女奉之威参见贵妃 贵妃如意安叹 你就是秋都督的生女 这长相 还颇为清晰呢 贵妃谬在了 名女的样貌不但清奇 还颇有 指晓儿提之功效呢 真是个有趣的小娘子 墨墨 把我的清客子赏赐予她 是 平身吧 多谢贵妃 让我再见 多谢贵妃 上书佐程 周世昌之女 周东磷进见 你是秋都督的生女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人 名叫魏之啊 魏之 你认识吗 启禀殿下 那个未知 就是名女的表兄啊 真的 那你快给我讲讲 那个表兄怎么样 你快讲讲 董儿姐姐好 贵女客气了 奴婢不敢当 姐姐 您是在贵妃嫁前行走的人 这身份啊 自然要比我们要尊贵得多 女姐 贵女有何吩咐 妹妹就是想知道 今晚宫宴上 楚王宁义会就坐何处 贵女且安心 奴婢则即向贵妃禀名 将贵女的作词 安排离楚王佐敬 那妹妹在此 先谢过姐姐了 我放肆 是你 你好丑 你怎么能想到这个法子 你不怕丢脸吗 我开始好奇了 好奇这贺连珍 看到你这副容颜 它会是什么表情呢 你嘴里是什么 谁叫他纠缠不休啊 反正这皇宫内 巫人时德凤之威 若说是丢脸 那也是他贺连珍丢脸 你说我牙刺鼻薄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可是堂堂的金狮王子 他轻用于你 你就这么信任他 长成他那副模样 谁喜欢他轻悟啊 那要长成什么样的容颜 才配得上 你这张绝世容貌的脸啊 臣女华宫梅 见过楚王殿下 臣女邱玉洛 见过楚王殿下 殿下这是在聊什么 这样高兴 为什么不回答本王的问题 这位贺女 这位贺女 楚王殿下正在与民女比的容颜 民女以为楚王殿下不但比我美 甚至比大多数女子都美 二位贺女可赞同民女的说白啊 你长得这么丑 你长得这么丑 还这么会说话 顺耳 顺眼嘛 你又长得如此丑了 也比这宫里所有的雍之俗粉 好看一脉呗 准备 梅姐姐 这凤之威呀 无耻得很呢 有一次楚王殿下 来我府中做客 不知羞耻的凤之威 直接有一勾引楚王 被我母亲赶出了家门 没想到 如今还有脸来参加宫宴 就凭她这样的容颜 也敢基于楚王殿下 真是不要脸 姐姐 你可不知道 她是故意办仇的 故意 这天下还有女子 会故意办仇自己的 听闻 她是跟着金师国的 贺连王子一起进宫的 这玉洛猜想 她既想进宫见楚王 又不喜欢贺连舟 所以嘛 我看她还真是心机深重 月璐 你快跟我讲一讲 她都有什么所长啊 她哪里有什么所长呀 她自幼啊 连女学都没进过 当真 嗯 不客气 就好 不客气 是 今天一冷宫搜宫一室 老四不知道了之了 你可这是何缘故啊 陛下 今日买天长节 想必贵妃和殿下 不愿意惹什么是非 惹陛下扫兴 这那天长节 只怕是给他们 搭了个席台子 这一个一个 这一个 怕是记者要分磨登场了 楚王殿下 殿下 在想心事 没有 楚王这是怎么了 今天 不是他父皇寿宴吗 那只黑鸡上脸 老没有休养啊 今日既是他父皇的生辰 却也是他母妃的记忆 难过呀 是 陛下 生儿时常提及 遥相之女遥阳词 人称天圣第一才女 琴棋说话无所不精通 贤良淑德 乃天圣贵女之首 想必与生儿足堪匹配 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啊 遥相之女 好 很好 那陛下可是答应臣妾了 陛下可是答应臣妾了 对 那陛下 是妙哉 赵宁公主父皇 福泰安康 万寿无疆 朕不敢相信啊 朕之爱女 竟学得如此漫妙无字 赵宁谢过父皇 赵宁儿臣 赵宁儿臣实在是想不出来 这天底下还有什么珍奇异宝 是父皇没见过的 思来想去 也就只有儿臣亲自献丑 以搏父皇一乐 烧宁有心了 父皇的寿担 烧宁相信 王兄们必然更加用心 不知道六王兄为父皇准备了什么受礼呀 王妹跳得可真好啊 父皇 儿臣也备下我母妃用过的琴 儿臣想扶琴一曲 为父皇奏乐 不知父皇可准哪 楚王也有心了 贝勒贵妃 适才所请之事 陛下 今日大喜的日子 不如喜上加喜 请陛下赐婚生儿语 朕之受担 皇子赐婚喜上加喜 是个好主意 是个好主意 贵妃确实真的贤妃啊 臣妾谢过陛下抬爱 生儿 还不愧上来 谢过你父皇 谢不 马谢恩 朕自私不聪 爷王妃早逝 楚王和老十尚未婚配 宁妃也该纳一侧妃 不如借今日 众府贵女云集 一并为朱皇子 各则一良人 来个无喜临门 贵妃 你看可好 无喜临门 好 当然好了 陛下所愿 哪有不好的道理 儿臣透谢父皇 谢父皇 凭什么 谢父皇 六弟 老师 难道你觉得 父皇所愿 有何不妥吗 父皇 儿臣在今日 无形选妃 还望父皇见谅 今日乃父皇受淡 吴喜临门乃是大吉之兆 可令王兄却要抗旨 这不是忤逆父皇大不敬吗 吴喜临陛下 公主殿下方才所言极是 今日陛下受淡 无喜临门乃是大吉之兆 倘若楚皇殿下 当真不愿选妃 本王或可来凑个数 也当做是我金师国 对天圣陛下的祝福 何连郑 你看 何连王子 你也要与朕的皇儿们 一起选妃 陛下 其实 本王早已选好了 陛下 陛下自婚即可 陛下 此女乃秋尚齐的外甥母女 陛下 使不得 你不得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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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女无才无德 是万万配不上金师王子的 陛下请看 明女这副容颜 当真是怕折辱了贺猎王子 启奏父皇 儿臣刚才 儿臣刚才婉拒选妃 实乃儿臣心中并没有所属之人 但方才我看见 贺猎王子初来我天圣 竟主义一位 相貌丑陋之女子 让儿臣心深钦佩 想来一切都有姻缘 所以恳请父皇 出题选妃吧 看一看儿臣和各位兄弟们 与各位贵女是否有缘可好 当然 也请贺猎王子 和这位女子一同参与 厨房这法子也是有趣的啊 让朕好好想想 这缘分之事 要如何来验呢 谢父皇 谢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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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在人 许心已相通 朕的试题便由此而来 陛下之题 施令各位皇子殿下 各疏一字在此间中 题目便是 这天地间何为人之根本 诸位贵女可随机选择其一 倘若选择了哪位殿下的字 那便是上天恩赐良缘而为 若贵女依据此字所解之意 与题字的那位殿下 心中所想不谋而合 则为心意相通 可不要仿于 是 ange 华雲 楚王殿下所提 臣女不知 殿下此为何意 本王已经解了父皇的题 闺女 看不懂吗 殿下 明明没有解题 那就是本王与你 并非心意相通喽 陛下 此乃一张白纸 这让臣女如何与殿下 心意相通 翊儿啊 说说 这是何意啊 父皇 儿臣已经答了父皇的题 是他自己没有答上来 殿下 岂非是故意戏弄臣女 依本宫之见 楚王殿下 并非戏弄此贵女 而是在戏弄陛下 贵妃左言即逝 父皇赐婚 六王兄却推三阻四 你自己要父皇出题 却呈上一张白纸 今日乃父皇受淡之期 你却一再与父皇作对 敢问六王兄 你究竟是何居心啊 这明晃晃的白纸 怎得少年越看越像那 祭奠王者所用之物呢 大胆 陛下恕罪 贵妃恕罪 名女只是想着 楚王殿下这体解的 当真是妙极了 也实施了神 他何时解题了 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写 只有一张白纸 那真是因为 他什么都没有写 只是一张白纸 所以才妙啊 那你来解解 他这是何一啊 陛下所出之题 乃是这天地间 何为人之根本 英律之根本 乃大英犀牲 形象之根本 在大象无形 而人之根本 便如这张白纸 正所谓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人在这天地间 若能明白这个道理 便能做到 不喜 不悲 不撑 不怒 与天地共生 与万物共寿 所以明明想 这便是楚王殿下 对于人之根本的解答 更是对陛下 受诞的祝福 好 说得好 说得好 六王兄果真有大智慧 这位贵女 也当真是财思敏捷 如此看来 世财宁记所写的答案 着实是幼稚了 儿臣亦同住父皇 不悲不喜 不称不怒 与天地共生 与万物共寿 公主皇 公主皇 与天地共生 与万物共寿 平身吧 谢陛下 等等 不知楚王殿下 与眼前这位女子 是否心意相通啊 父皇 父皇 请开恩 儿臣之前就说了 今日 儿臣无心选妃 虽然这位贵女 才智过人 但长相 长相诡异 所以 留待儿臣 日后好好留心就是了 行了 都下去吧 青春 秋府徐室 拜见金师贺莲王子殿下 原来是秋夫人 有礼 殿下到秋府 真是彭毙生辉 可以偏巧 老爷今日不在府上 实在是失礼了 本王今日来的也是唐突 邱都督主持大越马士 造福边境子民 为两国有力 我今时也想向邱都督 取经求教 既然邱都督今日不在的话 那本王就参观参观你们府邸 顺便等他回来 如何 参观 邱夫人不愿意吗 我愿意 当然愿意 实在是荣幸之至 殿下 这边请 阿娘 那凤之辈他又回来了 旅路不要在家里见到他 他心肠歹毒 一心要谋害我 放肆 旅路 还不看拜见金师赫连王子殿下 是 邱氏玉露 见过王子殿下 原来是 邱都督的千金 果然是 窈窕淑女呀 这天底下居然还有人敢欺负你 当真是没长眼睛啊 不如 老王今天借个机会 帮你好好教训教训那个 凤之威 殿下果然是英雄少年 阿娘 还不快请凤之威前来参见殿下 不许胡闹 殿下 实在是失礼了 那凤之威只是我府上 老爷的生小娘子 他和玉露一同长大 那只不过是小女儿家 胡闹的玩笑小事而已 殿下 莫要当真哪 夫人其实不必心急 本王啊 初来递经 就听闻这凤之威啊 获为有才 今日呢 别只是想结识一下 帮夫人 成全 既然如此 那就请殿下稍坐片刻 容秋是我 备些茶点来 夫人请便 玉露 漠视了分寸 玉露知道了 殿下 不知您打算 如何教训那凤之威啊 本王 本王 考虑他几个问题 他若是答不上来 本王的问题 本王就把他 带回京师 娶了做小妾 如此一来 他也不会再欺负你 那 殿下打算用什么问题 为难他 莫不要反着了他的道 本王让他猜一件物件 物件 什么物件 怎么 就我家小娘子 也想猜猜本王这物件 我看小娘子 你就不毙了吧 看你也不是那种 学生渊博的人 这 殿下若要这么说 那 玉露还偏就得试试了 好 来 来 来 这 子奶 君师圣物 是啊 滋补养颜 吃了以后 还能通体生香呢 这么神奇啊 本王 看今日 与这邱家小娘子 也是颇为有缘 不如本王赏你一口 这可是千金难求的好机会啊 看来殿下是真喜欢 遇落小娘子的 那 那遇落就从命了 这不就是研发吗 堂堂京师王子 在我天圣都督府中 细耍一个弱女子 怎么 是其我天圣没有人吗 本王对天圣 那是敬重我家 对邱都督更是敬重 不然怎么会将随身的圣物 给邱府的千金品尝呢 那是什么圣物啊 明明就是普普通通的研发 那确实是普普通通的研发 可是本王从金师 一路随身携带 到天圣 一路走来 沾满了金师王子的汉水 那不就是金师的圣物了吗 不 不 凤芝威 你还不快替我 教训这个混蛋王子 哎 哎 你方才怎么说来着 你说 凤芝威心肠歹毒 一心想愿谋害于你 咱们现在反倒求着她 来帮你呢 啊 你们 你们都欺负我 喂 求家小娘子不要生气 本王啊 现在就去帮你欺负欺负她 凤芝威 现在轮到你了 你来猜一猜 这圣物在我金师 有何妙用 赫连殿下 赫连殿下 正所谓 颜媒之计则有幽规 想必这颜霸在贵国 必有重要作为 只为猜测啊 这大约乃是金师男子 用于洁庆的聘礼吧 绝顶聪明 你答对了 本王 你现在收了本王的聘礼 跟本王一起回金师 本王要 做本王的小妾如何 做本王的小妾 做本王的小妾 做本王的小妾如何 要芝威做小妾倒也不难 芝威也有一个问题 殿下若是答对了 芝威就随你去金师 为你的十房大小老婆 该洗脚就洗脚 该揉肩就揉肩 怎么样 我说是一个问题 随便问 芝威有四句话 言美以左底 取涅且传伤 未知口应软 仙女吉利贤 请殿下说出两个天圣的实令即可 说什么 实令 好 既然殿下答不出 那 芝威就先告辞了 可惜啊 可惜 她说什么 芝威 走 本王没让你走 你就不能走 招打 我们天生女子确实都这么多 万一被吓到了手一抖一条 那京师男儿那拉弓持剑的时候 怕是都得跟天生女子一样 本王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伤我战马 踢了我一脚的小侍女 怎么 要跟本王比武啊 比武也行啊 你若是赢了 我自然随你去京师 可你若是输了 输 本王上次是毫无防范 怎么会输给一个弱不金风 身无似两肉的小侍女 你若是输了 我又输了 就把这盐巴都吃了 不仅要把盐巴吃了 还得认我做小侍 认就认 本王会输给她 来 殿下小心 看起来是个练过的 今日我若是动了手 便算我输了 是你这个小侍女 好啊 本王今日要是动了手 就算本王输 他是一个小侍女 乔 遇见无忍 我 你 好 虽说是妾 但怎么说也是王子的妾 你放心吧 我秋福一定会为你 准备好嫁妆的 殿下 你怎么不接着打呀 你不想让凤之威做妾呀 殿下 你可是动了手了 本王输了 小姨在上 请受侄儿一拜 把盐吃了 侄儿乖 去把聘礼吃了吧 殿下你太冲动了 我实在帮不了你 殿下你太冲动了 殿下你太冲动了 我实在帮不了你 殿下你太冲动了 我实在帮不了你 子 出 chronicle 愿赌服输 repositする 五摊 喝 小姨 真是吃完了 这么快就吃完了 那吃完就快快回家吧 是啊 回家别忘了喝点水 小姨忘了告诉你 小姨 在我们今世 小姨也是可以娶的 老臣为了脱身 贾义对贺连烈为名是从 今日才用命 得见王子一面 老夫 绝不相信大王会痛发痛病 这其中一定有诈 王庭上下 只有你可以为大王报仇 执政亲师帝国 其实早在刘牡丹 执政后宫之后 大王已经秘密立下遗诈 交于老臣保管 这个 这个才是你父王真实的遗诈 还记得王庭上 海晋王子 启程金师 启程王位 父王 儿臣一定要为你报仇 王子 兵权现已在贺连猎手中 你单枪匹马回京师 如何为大王报仇啊 请王子三思 皇命不可为 皇命更不可为 我贺连郑 就算满个果实 也要杀回京师 贺连殿下 贺连殿下 贺连郑进见陛下 望陛下开恩 祝我回国平乱 贺连殿下 有事 这也可以慢慢到来呀 陛下 陛下 赵连 老怒在 此座 不必了 贺连些陛下好意 就不用做了 免得待会儿跪得麻烦 贺连殿下这脾气太急了 朕都喜欢他这直渡场 说吧 何时求助于朕呢 陛下 贺连郑得金师传信 我父王他 同事了 贺连王子节哀 朕以下支礼部 准处准备国礼 以赏金师王 贺连郑谢陛下宽慈 只是小王 想求陛下戒兵一万 随我回金师 清除金师逆贼贺贺连烈 望陛下开恩 是 金师皇叔贺连烈 居然是逆贼 朕怎么听说 他是奉了金师王遗诏 在行事啊 陛下 小王爷 金师内乱 小王实在是羞于其耻 还望陛下体恤 若论以你相处之情 朕自当相处殿下 可若论两国相处之道 朕实在是尸处无名 爱莫能主啊 小王愿以白头牙三年矿产 回报陛下金与神 朕断断不是为了 金师之矿产 才不允借兵的 切容朕想想 切容朕想想 朕董事宫 优优独播剧场的 朕董事宫 主 生日之间 朕董事宫 普通 拜托 您 请 陛下 老奴以为 天圣与金师应互为机脚 方可不被大悦所侵犯 陛下 给使言俊有礼 还请陛下三思 也罢 那请问贺连王子 可愿做朕的殷亲 朕思量着 帮扶殷殷亲 这也算是师出有名啊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承蒙陛下厚爱 贺连征荣幸之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既然如此 朕就赐封之威 生云公主之封号 一同返回尽世 你看可好 陛下所言当真 贺连征谢过陛下答恩 不过天寿只与在位的金师王 皆为殷亲 朕的生云公主 只能是金师王后 而非流亡王妃 请陛下安心 男儿不利何成家 我回金师 自然要先遣除叛乱 然后再迎娶圣赢主 贺连征 告退 贺连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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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叩谢陛下天安 那就去吧 谁 声音 贺迟 我可以 雷美 女人 自华 兵 不 这个 Erica 我 魏智 朕就不希望楚王怨真 你可明白 少赢参致 寂静又如何 无人正因果 苦见我伤躲 情能月子 纷纷往事 你来了 我来了 你看我出手很开心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这世上除了你好像 没有什么让宝宝开心的 你还真是我的贵人 从今往后咱们怕是 再也没分江湖不见了 我还是奉承的 那宝宝发现了 看来我们还是仇人 至少比陌生人好 叔 我要走了 我要与贺连正前往今世 做他的王后 你可愉悦 想到能离开这里 只能收到我 我很平静 看来我 这就是不太好 我也是颜色的 你不开心 你不开心 把你将冒起来 你赌心 把你与我 不开心 你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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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错 风太大了 但王金时刻容我必放 你 后悔无忌 没有在念 愚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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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 Koskou 三孙 三孙 你说我会不会害了凤之威 既然天圣皇帝 招凤之威觐见 想必他到底想清楚了 要让凤之威和我 一起回金石 可是他为什么这么做 殿下不是一直都 喜欢凤之威吗 他能嫁给金石王子 那是他的福气 怎么会是害了他呢 可眼下 我们金石这时局 也是危机四伏 我都不知道回去以后 会如何面对 贸然带凤之威去金石 岂不是会置他于危险之中 那殿下 怎么当初还答应了 天圣皇帝的许婚呢 我答应的时候 当时以为 以为是少年吗 你真的要和他举金石吗 金石也不是我想不去 就能不去的地方 哪有人愿意去开罪 天上的皇帝陛下 我愿意 我师父也愿意 我们不怕改双皇帝 可是我怕 我怕我身边的人 一个个为我二死 我怕宗父子说的那些话 那些有关大臣 有关身份 有关责任的话 最终会害了所有的人 那我带你走 不行 随便王去见天上皇帝 退了就是 殿下 这可万万不可 你若毁婚 皇帝便不肯借兵给你 那还如何替大王报仇啊 说白了 为父报仇 便是我一个人的事 大不了本王带着你们拼的一死 杀回金氏王婷 我喜欢他 我是想让他活得自在 我怎么会利用他 达成自己的目的 跟本王进宫 何连殿下 你又怎知我随你入京师 不是我在利用你对我的喜欢 而达成我自己的目的呢 冯志卫 你不必用这话赌我 我不管你是什么目的 都不能改变我对你的心意 只是现在金氏 并非安稳之所 你若愿意的话 我马上就向陛下请职 等我平定内乱之后 再允许你回金氏 你若愿意 和林郑我问你 你是否在意此刻 我行上有所属 说我不在意的话 那肯定是假话 但我愿意试一试 让你忘掉那个人 那你又是否在意 我不知道多久 才会忘掉他 我可以用尽自己 所有的力量 缩短这个时间 生日经你 和林郑 对于天生陛下而言 我凤之威就是他的长主子 早晚要处置而宏怪 所以金氏的凶贤 比天生要小得多 难以 收拾行囊准备出发吧 好 我们即刻西城 你和我回近视 冯志伟 叫我贺连中一息上存 定保你一世平安 贺连中 谢谢你 陈宁义叩见陛下 陛下 如此懂规矩的楚王啊 漏夜入宫可有要事 陛下妙计 解了隐忧 想必心情愉悦 臣禁不住 想来祝贺 不知这算不算要事 那倒要看 楚王以为采一于亲 可算是要事 若是复问于子 明义自当想法老来子 若是君 问于臣 楚王自当勤勉于朝时 楚王所大甚好 朕恰有问题 要楚王前往解决 赵元 在 将那战壁遗物交于楚王 是 陛下 是要遣臣 去京师国送嫁吗 明为送嫁 实则嘛 孤儿寡母 才是天圣的朋友 圣年帝王 则是天圣之敌 你可明白 朕之心意 陛下 臣却认为 如若京师国 被幼主赫连图持国 只怕不等天神有何动作 大悦就会第一个兵犯京师 解释 我天圣岂不受这 淳王齿寒之苦 你此行 若是除了赫连政 朕自会 即可派兵 保护近世 不容那大悦侵犯 若臣 并未做到了 朱王 你可曾使得他 拥usalem 灵蔑姑姑 我是灵蔑 老奴拜见 楚王殿下 灵蔑姑姑 林莹姑姑 林莹姑姑 父皇 父皇 可否让儿臣 跟林莹姑姑多说两句 以解儿臣数十载 森无知情啊 待你除了贺连政 朕自会 将林莹亲手教育你 朕自会 遵旨 谢恩 父皇一箭三雕 甚是巧妙 两人相助三人消磨 六王兄 三人相助三人消磨 若办得好 今师从此称臣纳工 若办不好 今师朝堂 怕是难容奉之危 您还可以借楚王离京之时 将兵部刑部 重归您的掌控 父皇英明 你母妃之女工 真深喜欢 阿娘 阿娘 这要远行了 这天大地大的 阿娘 你想去哪儿啊 胡闹 死便死了 若有来世 我还来与你作对 这才是安王的小礼貌 老婆 哈 你怎么会再死啊 你先别忙着问我 只为我问你 你的良人是宁毅 你为何要嫁给贺连锚 你跟我说真话吧 那有乔木不可休死 和有游女不可求死 只能说我和她有缘无分吧 芝威 你嫁给贺连征 跟孤觉此生有何分别 我奉芝威此生 今天逃不得选不得 真的受着 你看 我们这么久都没见了 不开心的事不提也罢 昨日陛下赐了我嫁妆 我带你去看看吧 来 冯芝威 我花穷千里本来 不是来看你演戏的 假的笑 不如真的哭 你若哭 我陪你哭 我会不会哭 大喜的日子不是应该开心才是吗 校长不看也怕 来 男一 跪下听令 Evet 那这可真是 钱 对 犊فس城 有秦 相信 什么 事 这 premier 40 幾大喜 师父 血腹屠宗臣 拜请故难医 此生跟随凤之为 座有终身 昏游于他 故事难医 此今日起 为放之为为重 不离不弃 就此不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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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快点 快走 寡人大婚在即 怎么 不留下来喝一杯洗酒 再走吗 对于 可以预料到的一切 本王为什么非要看完全城呢 告辞了 宁翊 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那就得认 不送了 何连珍 你得好好地照顾我风之威 但倘若有一日 你伤害了他 那我会杀了你 我会杀了你 我会杀了你 伯人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我可靠你 醒着又如何 深情比谁多 看非桥开阁 人间冷暖 你也经历了这么多事 你当真没有什么 要对芷薇说的吗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部分 是不惜一切都不想去面对的 你也有 他何必 一定要说出来了 是什么 是什么令你将自己囚禁在心里 是你父皇吗 是他逼你的吗 那你回去要如何面对啊 芷薇不知道 若你回去除了谁 会又能如何面对 芷薇你要大婚吗 芷薇要大婚吗 芷薇要大婚吗 我 我还记得你说过 芷薇是一个可以让你 躲避风雨之地 你不会有事的 当真是这么想他 过去已经过去 我目标改变什么 至少 至少你还有贺连珍 他会保护你 是 是我芷薇选择了自行出嫁今世 可宁毅你告诉我 我能怎么办 我一个人度过了 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 每晚都是哭着入睡醒来 不知道希望在哪里 那时候你又在哪 是贺连珍每晚陪我哭 逗我笑 哄我吃饭 从从离人河 让你当真武华哥说 我会走 芷薇 他让本王去找一个木头 要亲手给他捉一根簪子 他在告诉本王 要一个人在等着我 不要那么轻易就死了 你我之间 不能只留下愤怒 只留下悔恨 这位 我们无力改变什么 那就向前看 但你要知道 向前看和放弃 是有区别的 最前行 前同万世 最亲密 如领大地 世事如今 只选你对异 王后 看一下可欢喜啊 这可是贺连大王亲自挑选的 这位 你我二人之间 不应该只留下悔恨和愤怒 既然一切无力改变 我们应该向前看 但你要知道 向前看和放弃 是有区别的 是有区别的 赞这支吧 今日乃王后大婚之喜 这支 未免太过寒酸了吧 既然是本宫的大婚之喜 自然要随了本宫的心意 何时轮到你等在这儿折 奴婢不敢 儿等朕且退下吧 正恩 是 我应该是一个哏响的 梁芦 才能变得到 你何必顾作欢言呢 我认识的冯之威 不该是由心而为 快议天下的吗 可 只有我们能够 何为真 何为假呀 如今的凤之卫 不就是一个假的王后吗 哪里还会有真的还原呢 有 至少花雄见过 在明海 你为了楚王生病而紧张 是真的 不惜以身试药是真的 当得知他病好了之后 你那喜悦的眼泪 全都是真的 可是接着贺连成 逃离天圣皇帝的杀心是真的 答应贺连成做他的王后 以求一世平安 也是真的呀 好 你既然真心要做贺连成的王后 那就把这木簪子毁了吧 就当做 把过去的念想全部都断了 做一个真的凤之卫 不要 姐姐 真的凤之卫 太可怕了 可怕 满心的恶念 满心的愤怒 满心的利用 他恨不得毁了这世纪 一心只是想要的 走 我这就带你回天圣 我宁愿看到一个 活生生要毁了一切的凤之卫 也不要一个死了心的假王后 我宁愤 听不清楚 参算 将这个谣言活种的花雄 给寡人押出去 鹤连军 都是这位的错 求你放过花雄吧 这位 你一定要在今日 上了寡人的尊严吗 爱情和联军 令他们都退下吧 你没死 解释什么 寡人心里都清楚 你是怎么想的 寡人 今日 要与你约法三章 约法三章 我对你一知七世 我逼你喜欢寡人 今日之后 你若当真不想再留在今世 寡人 放手 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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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段姻缘 只可惜是假姻缘 你来找本王 不就是想了断 这段姻缘吗 宁盈 我会有期 我会有期 这段姻缘 从今以后 你就是寡人的妻子了职位 对 从今以后 赫连军就是职位的夫君了 参见金师王 参见金师王后 参见金师王后 我也希望那一日快点到来 中今平身 这段姻缘 这段姻缘 这段姻缘